這把聲音是AI製造出來的 所以廣東話可能不是太純正 希望不影響大家的體驗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人類簡史》這本書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以下的問題? 十萬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種人類 但是現在只剩下我們智人一種 為什麼是智人最終統治了地球呢? 進入農業社會之後 人類反而比之前的摘野打獵生活更加辛苦 為什麼人類會放棄摘野和打獵 去從事更加辛苦的農業呢? 在過去的五百年內 人類社會獲得前所未有的增長 僅僅人口這個指標 就從五億變成七十億 究竟是什麼引發巨變? 人類歷史上到底還有什麼 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 這些有趣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在以色列學者 由亞爾克拉利的這本《人類簡史》裡面找到答案 這本書堪稱是一部完整的人類發展史 從錫希時代 知人演化一直講到二十一世紀的政治 資本和技術革命交織的現代社會 作者更是精彩絕驗 將歷史學、人類學、生物進化論等各種科學結合在一起 將人類幾十萬年的歷史濃縮在一本書裡面 他的文筆又默又厲害 整本書讀完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 那麼這本書到底講了什麼內容呢? 簡單來說 這本書總體上講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人類是怎樣從一隻猴子 變成地球上最強大的物種 這一個過程被叫做認知革命 第二件事就是農業革命 就是人類從打獵變成從事農業 進而開始貿易 以及在之後開始形成各種文明 第三件事就是科學革命 就是在科學革命的影響之下 農業社會退出 人類社會開始爆炸式的飛速發展 逐漸形成了當今的社會 首先我們講第一件事認知革命 要從六百萬年前講起 六百萬年前的一日 我們祖先一隻小猴子彈生 這個就是人類的起源 然後大約在250萬年前 東飛地區出現了最早的人類 但是牠們在外表上 還是跟猩猩差不多 因為打不過那些老虎獅子 牠們就只可以撿其他動物食性的骨頭 或裡面的骨髓食 就這樣又過了五十萬年 也就是兩百萬年前 一部分遠古人類突然萌生了 世界這麼大 我想去看看的想法 於是他們毅然決定離開家園 飄洋過海 走到去世界每個角落 並且在果渡安家樂 為了適應不同的生存環境 牠們又進化成不同的人類 有身形高大的尼安德德人 身高不超過一米的佛羅里斯人 還有嘴巴凸出來 個被扁平的直立人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們的祖先 我們真正的祖先是大約十五萬年前 在非洲出現的智人 而智人出現之後 僅僅用了三萬年的時間 就征服了世界 成為了統治地球的生物 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是智人征服了世界 目前最可信的答案是 在一次偶然的基因突變中 智人有了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語言能力 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和語言能力的突變 令智人獲得了虛構的能力 令他們可以將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講到和真的一樣 換句話說 智人學會了作故事 而作故事的能力 令智人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 從而走上了征服世界的道路 書裡講的第一件事 認知革命 講的就是智人獲得了虛構能力這件事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這個能力這麼重要 甚至能夠幫智人征服世界呢? 先個一個例子 當人類無虛構能力的時候 他看到一隻牛會對其他人說 我看到一隻牛 我們一起去抓 如果對方同意 他們就一起去抓那隻牛 但如果對方不同意 他們可能就不歡而散 但是語言突變了 會怎樣呢? 他可能會說 昨天我在山谷那邊看見一群牛 他們今天估計未走 我們如果一起去的話 你們在前面 我們在後面 我們幾十個人一起攔住 張果群牛全部都抓了他 你覺得怎樣? 然後對方說抓了之後怎麼分呢? 他就說分你們一半可以嗎? 這個過程就是商量 商量好之後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抓牛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當智人有了虛構能力 想像力就得到發展 想得多了 可以表達的就多了 想像力可以令人類團結起來 當其他動物 最多以幾十個幾百個的群體數量 組成起來的時候 人類就有辦法 令幾千人幾萬人組織起來 就是這種強大的團體力量 令人類成為了這個星球的主宰 而其他人種之所以會消失 就是因為他們無虛構的能力 不可以形成強大的協作能力 就好像我們說的 又高又大的尼安德德人 兩三個智人可能都打不過一個尼安德德人 但是如果是成一百個智人 那麼尼安德德人就只可以跪地求搖 去構能力令智人的力量得到空前的放大 以至於作者說得到能力的智人犯下了透天的罪行 所到之處整個物種都會毀滅 是認知革命令智人團結起來 而團結起來之後 人類就開始有歷史 認知革命發生的原因 就是語言和想像力的發展 對人類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他們可以協商合作 可以一起去打獵 然後商量好點分配 不像以前只可以平均分 萬一分不好就打得死去活來 還有有了想像力之後 他們就可以尋找心靈上的安慰 例如說他們會塑造出各種神靈 然後想像著神靈的保佑 而那些相信同一個神靈的人會團結在一起 於是形成了一個以虛構為前提所組織的社會 這個都是為何我們說 在認知革命之前 人類的發展用生物學就可以解釋 但認知革命之後 想要解釋智人的發展 就要加上歷史學 講完認知革命 我們接下來講第二件事 農業革命 人類從窄野打獵 變成了從事農業 講到這裏 很多人會想 農業革命 是人類歷史上 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 我們終於可以衣食無憂 生活變得更幸福了 是不是? 但是作者並不這樣認為 他在書裡面寫 農業革命其實是人類史上最大的騙局 為什麼說是騙局呢? 因為當人類從授獵和窄野 到進入到農業社會的時候 人類的幸福指數大幅下降 平均壽命都大幅下降 人們生活反而比以前痛苦了 原因顯而易見 當你靠打獵為生的時候 一日工作兩三個小時就可以吃飽住暖 但是當你開始種小脈 還有種各種農作物 以後要做的事就多了 今天要擔心會不會下雨 明天要擔心各種害蟲 還有各種灌水私肥 一日要工作八九個小時 非常疲累 從而導致了人體 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大量的疾病 比如要追間盤突出 心血管疾病等等 當然 都跟我們人類的飲食結構有關 因為種了小脈之後 飲食結構變得單一 不再刺責野 打獵社會這麼豐富 很容易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導致抵抗力下降 人口的死亡率就提高了 還有種小脈都要有土地才行 而且還要是肥肉的土地 不像之前打獵隨便它去哪打都可以 不用去爭 開始種小脈之後 人類為了搶到一塊好的土地 經常會發生各種暴力行為 作者更在書中感嘆話 不是人類純化了小脈 而是小脈純化了人類 從事農業 原本看上去是比較滑算的選擇 但後來就變成了人類越來越審重的負擔 講到這裏 你可能就會問 既然幸福感下降了這麼多 為何人類還是選擇了農業這條路呢? 原因是 雖然農業革命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 但是如果無農業社會 就無今日的我們 中間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人口的爆發式增長 以及我們在認知革命中講到的虛構能力 農業革命之後 人類穩定下來 再不用到處打獵 人類開始了聚居生活 人口爆發式增長起來 從幾百萬人一下子變成了幾億人 同時 人類依靠想像力構建出秩序 並令所有的人相信 服從這個秩序 例如 君主制度還有各種銀票錢幣 這些其實都是人類想像力創造出來的 令大家都遵循這個秩序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秩序的建立 村子城鎮就都慢慢興起 再後來就形成了國家還有各種貿易形式 而當時間發展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時候 出現了三種令世界統一的秩序 令人類文化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 這三種全球秩序分別為經濟上的貨幣秩序 政治上的帝國秩序 以及全球性的宗教貨幣秩序建立起陌生人之間的信任 帝國秩序令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在一起 而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的穩定性 所以雖然作者說農業革命其實是人類史上最大的騙局 但是它促成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長 進而形成了現代的城邦和貿易形勢 而秩序的建立是人類社會走上融合和統一的關鍵 在融合統一的過程中 人類又開始向科學領魂進發 亦都是從農業革命進入了科學革命 接下來我們就講講這個科學革命 這件事而講的是在過去500年的時間裏面 人類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驚人成長 並且成長的速度遠超以前 我們看看數據 500年前的全球人口大約是5億 但今天有70億,增加了14倍 500年前全球生產總值約合2500億美元 但今天是每年60萬億美元,增加了240倍 如果現在一手小小的驅逐艦反到格倫布時代 他能夠在兩個小時之內摧毀格倫布所有的船隊 而且他自身連一點破損都不會有 這麼巨大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呢? 正是來自於科學革命 而科學革命給我們帶來的其實是思維方式上再一次的顛覆 首先,人類願意承認自己的無知過去 我們虛構出了各種概念 什麼神靈、佛祖等等 我們認為他們是不可以挑戰的 但是,在知識發展之後 我們開始承認過去相信的事情可能是錯的 於是再無什麼是神聖不可挑戰的 我們懷著謙卑的心態 重新去審視這個世界,改變這個世界 然後在承認無知之後 我們帶著好奇,希望獲得新的知識 作者在書裡探討了一個問題 他說,其實在那個時代 中國包括波斯都做大量的航海 例如鄭和七次下西洋,同樣跑到很遠 但是為什麼這些航海並無引發新的巨變? 而歐洲人的航海就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令歐洲成為了整個稱霸全世界的一個文明 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歐洲的航海是帶著好奇心去的 他們對未知的世界懷著好奇 去探索、去掠奪 這個時候,他們會帶來大量的發現 而中國和波斯的文明已經強盛了多年 他們的心態是我來安撫你們 我來是送東西給你 我來給你們感受到我們帝國的強大 所以他們的航海並無太多的收穫 由此可見,有探索心和好奇心是多麼重要 最後,獲得知識的我們 自然而現今,漢望獲得新的能力 僅僅是創造理論對現代科學來說,肯定還不夠 人類希望能夠運用這些理論來取得新的能力 特別是發展出新的科技,科技發展壯大了 人類的求知就好像我們現在各種探索月球 外星感,就是因為我們想去了解那些還未發現的東西 在這樣不斷探索未知世界的過程裏面 人類的生活就慢慢變成了我們現在的樣子 可以說,科學革命令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便利 衣食住行都很方便,但是這樣的便利可能都有危險 例如複製人技術、基因技術、人工智能、仿生工程 這些都可能導致我們人類被替代 就好像作者在最後提到的智人末日 就是說,我們人類會面臨末日 而且這種末日很可能就是由科學引起的 作者很擔心地說,我們知道 生物越來越由智慧設計決定,而非自然選擇 人類已經是充當著做物主的角色 而且自身都有可能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所以說,科學革命對人類歷史的發展 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 這個影響是如此巨大 甚至我們人類都可能會因此面臨末日讀完人類簡史 我們一起再回顧一下這本書講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智人是怎麼從一隻猴子變成統治地球的生物 答案是智人透過語言和想像力 形成了大規模的社會協助能力 從而擁有了強大的力量 這個過程叫做認知革命 第二件事,人類在認知革命之後 進入了農業革命,開始了聚居生活 因而有了各種帝國的彈山 從而有了各種政治經濟秩序 第三件事,科學革命令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其中的原因在於我們承認自己的無知 並且想要探索新的知識,獲得新的能力 但是我們同樣要警惕智人的末日 以上就是人類簡事這本書的詳細分享 多謝你的收聽,我們下期不見不散!